YO 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又可以為大家帶來一集新的鞋屏影片 那今天老師要為你介紹的這雙鞋子呢 其實好像來頭不小 因為光從他的這個鞋盒的包裝看起來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辣 那再加上今年呢 Jordan Brandeats 主打的30週年的這個主題 剛好這雙鞋子的發行在這個主題下面 這樣子的發售真的是剛剛好 哪一雙鞋呢 就是這一雙 來我們先看一下鞋盒 哇賽這個鞋盒 光這個鞋盒真的是 細節就非常的多 等一下老師再一一跟你介紹一下 不過原則上這一雙鞋子就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鞋標 鞋標上面寫著什麼 Air Jordan 1 Pinnacle 那為了證明這一雙不是老師的鞋子 你看13號你叫一個穿10號半的 我都穿到13號一起騙銷的 所以這一雙不是老師的鞋子 真的是感謝友人 Big shout out to my man 大俊 你知道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Suggesting price 也就是400塊美金 真的真的很貴 這一雙鞋子就這麼貴 為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不過講到配色 這個配色真的是老師最愛的 它寫著什麼 它寫著Black Metallic Gold 還有什麼 Summit White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 那如果你看一下這個鞋盒 你看 它每一個面都有這種 類似蛇紋 蛇皮紋的這種細節 有沒有看到 這鞋盒真的是很重很棒的一個設計 你看這邊有一個 金色的Nike 那這邊也有對不對 那這個鞋盒的另外一邊 它寫著什麼 它一樣一個Nike 然後這邊寫著1985年 Air Jordan 1 沒錯 85年也就是Jordan 1 當年發售的這個年份 所以呢 記得喔 這一雙鞋喔 就是85年發售的 那如果你問老師說 欸老師 為什麼Jordan的鞋子 打著Nike的商標 沒錯 因為呢 早期呢 從這個Jordan一代到六代 這個之間 全部 都是有打著Nike的勾勾 也就是所謂啊 這個現在很多人都說的老屁股 沒有 OG的鞋款以前 一代到六代 都是有打著Nike的勾勾 尤其是在他們的鞋跟那邊喔 所以呢 為了把這一種喔 很棒的傳承喔 繼續的延伸 他們直接把這雙鞋子 直接打成Nike 有沒有看到 Nike這個商標 這是非常漂亮一個鞋盒 你看 而且你看這個鞋 這個鞋盒面啊 它還有這種亮面的處理 真的很漂亮 這不是在開玩笑的 而且真的很重喔 好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鞋盒打開來看一下 哎唷 很多GC喔 那我們先看一下 蓋子裡面整個都金色的 真的是超漂亮 有沒有 很兇耶 這不是在開玩笑 然後呢 鞋盒打開 有一片這個卡片 老師等一下會念給你聽 它這個內容寫什麼 這張卡其實就是在介紹這雙鞋 它發售的這個背後的概念喔 老師等一下再一一的幫你翻譯一下 也是金色的 非常漂亮喔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什麼 哇賽 來我先把鞋放在這 拍中 裡面還有一個防塵袋 真的是超酷的 我們把這個防塵袋打開看一下 你看 防塵袋打開 整個這個摸起來 還有點小雞皮的感覺 真的是蠻酷的喔 不過我打開 你看還有一個金色的 有沒有 壓印 這個紋路 真的是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JORDAN一代的這種LOGO設計 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 你以為這樣就算了嗎 沒有 你看後面還有一個 1985年 也就是這個一代發行 當年發行的這個 日期 連這個防塵袋 這個綁的地方 你看 它有一個類似這種有沒有 很像鞋帶扣環這種感覺 它是用這種黑消光鐵銀灰色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酷喔 看一下袋子裡面有什麼 袋子裡面沒有什麼 就是黑色的 不過原則上呢 多了這個東西 真的還蠻酷的喔 好啦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鞋子啦 鞋子是怎麼一回事呢 來我們把它打開 唉唷 這雙其實老師可以 雖然說這個老師對一代 興趣沒有很大喔 可是呢 這一雙的設計 跟這個背後的設計概念 真的是蠻酷的喔 那我們現在就把鞋子 從鞋子拿出來 很重的 你知道嗎 唉唷 超重的喔 好啦 那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的 這雙鞋子呢 就是Air Jordan 1 Pinnacle 這一雙鞋子喔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鞋子 整體喔 的這個材質運用 我們先從上面開始 原則上呢 整雙鞋子 只要看到黑色的地方 就是用這種有沒有 非常Premium的 非常高等 上等的這種 仿蛇皮的 這種紋路 這種材質 真的摸起來 超漂亮 真的希望他們 不是拔這個 真的蛇的蛇皮喔 因為這樣還蠻殘忍的 不過原則上呢 你看 他做的非常的像 有沒有 整雙鞋子 360度 看到黑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這種 蛇紋皮的造型 這種材質去做喔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喔 他整雙鞋的設計 其實蠻簡單的喔 黑 黑白 還有金 這個顏色老是真的會重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開心呢 真的有機會這樣子 把它拿在手上 那當我們講到這雙上面喔 最貴的地方 沒錯 金色的喔 來 你看先從這個 Air Jordan 一般在鞋側身的 這一個 Jordan 1 Logo 有沒有看到 金色色 真的是土豪金喔 非常的金 有沒有看到 而且呢 據說這個是 喔 24K金喔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喔 整雙鞋子 只要你看到有金色 都是24K金 不是這樣給你 隨便度上去的喔 所以呢 這都是 真的 真的很棒喔 那除了這個 Jordan 1 Logo 以外呢 你看連這個 有沒有 鞋帶 這個地方 鞋帶洞啊 的地方 全部 也都是金色的 有沒有 整個都金色的 真的是很兇耶 我沒騙你 然後再加上 它這個鞋身 鞋的側面 這個另外一邊的側面 內側有沒有 這邊也全部都是金色的 真的是非常兇的一雙鞋子喔 那再加上喔 這邊有沒有 鞋帶扣 好 與其用 Nike 它直接用一個 John Mann Logo 直接 Reverse 你看 一個金色的 真的是很好看 老師很喜歡這種金色的鞋帶扣 尤其像如果你有注意老師的 Air Force 1有沒有 我平常如果 ID 的時候 我這邊都是選金色 那其實黑金是老師呢 我非常喜歡一種配色 真的是超好看的 那我們看一下鞋帶 其實鞋帶好像也有 暗藏玄機喔 你看鞋帶呢 摸起來不像那種 一般的毛纖維的感覺 可是又不像那種 有沒有 有時候在我們這個 Nike 或者是 Air Jordan 1 鞋子發行 還有這種上蠟的鞋帶 它看起來好像有上蠟 可是其實摸起來沒有耶 很奇怪 可是這種材質還蠻特別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看出來 真的是超漂亮的 那除此之外呢 來 你看這個鞋帶的部分 有沒有 鞋帶這個 Tip的部分 有沒有 你看 也是用金色的 金色上面還有打一個 Juntman Logo 有沒有 金色色的 一直很亮 你看一直很刺眼對不對 沒錯 這一雙鞋子就是要這樣子 很亮很臭屁的感覺 那講到了鞋舌的部分呢 鞋舌部分它也給你一個這個有沒有 金色的金牌 直接把這個過去的 Nike 商標 變成金色的 Everything is good as gold 真的是非常的凶狠 你看 有沒有很漂亮耶 24K金耶 這不是在開玩笑的 那除了這些 金色的細節以外呢 來 講到了這個鞋跟的地方 你看金燒燒 後面給你一個 MJ23 的一個這個鞋跟 鞋跟環的這種 牌子也是金色的 也是24K金 非常的凶狠 這個鞋子真的是 不是在開玩笑的 好 那當我們講到這個 奧售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鞋底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整體就是白色 應該是這整雙鞋 最簡單的一個部分 來我們看一下鞋底 鞋底一樣呢 就是跟一般 Air Jordan 1 的這一種設計 是一模一樣 真的是全白 All white everything 沒有什麼 太大的這種設計 我覺得他整雙鞋 的主軸 就在他的鞋身 跟這個鞋的上面 這些所有金色的配置 真的是非常凶 那一雙鞋子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就完了嗎 Oh no people 這雙鞋子怎麼可能 這樣子隨隨便便的 帶過對不對 那如果你看一下 這個鞋墊的部分 哇靠 你看裡面呢 他也做這種類似義大利 這種車工有沒有 知名品牌的包包 這種車工有沒有 真的是非常這種格紋 交叉格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luxury 非常非常奢侈的感覺 很酷喔 那老師摸一下 嗯 軟軟的耶 真的耶 所以這雙鞋子 其實穿出去還蠻舒服的 這雙鞋老師真的可以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雙11號 或者是10號半的鞋子 又願意 用這種非常合理的價錢 賣給老師 請跟老師聯絡一下 OK 好啦 那當我們聊到這雙鞋子 我們不免一定要了解一下 他這雙鞋子 背後的設計概念 那其實他這個 隨著鞋合附的這雙鞋 這張卡呢 其實有大概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因為上卡上面就打了1985年 也就是鞋子 當年Jordan 1的發售日期 喔 我老師已經不知道重複幾次 如果到時候人家問你 Jordan 1是 最當年是什麼時候發鞋 你如果不知道 我真的會打卡通啊 它上面一樣印著一個Jordan 1的logo 來老師就慢慢的唸給你聽 那上面他就寫著呢 In celebration of the Jordan Brand 30th Anniversary We have crafted for your enjoyment of the Air Jordan 1 Pinnacle 他說呢 為了這個慶祝 Jordan Brand 以一個品牌 已經邁入30週年的這個紀念呢 他們呢 特地 他們也就是指 Nike還有Jordan Brand 特地的做了這雙 Air Jordan 1一代 Pinnacle高峰鞋的意思 就是要讓你享受這個鞋子的收藏 那下面他就寫著說呢 The iconic Air Jordan 1 High started at all for the brand and continues to this day to be one of the most 什麼 thought after shoes in the game 意思就是說呢 這雙鞋子呢 Jordan一代這雙鞋 到現在還是非常的經典 而且呢 這雙鞋子呢 從以前到現在 還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歡的一雙鞋子 This season The Air Jordan 1 Pinnacle has been designed with the most premium 來我們先念一下這個 他說什麼 而在這一季呢 Jordan Brand 將這個Air Jordan 1 用最上等最高等的這些材質 做出這一雙鞋子 那下面他寫著什麼材質呢 Materials include 24k gold plaited tongue logo laced debris Wings logo heel tab eyelids 哇塞 你看他說什麼呢 這一雙鞋子 用的東西 用的材質多上等呢 比如說 他這邊有列出來 比如說像是什麼 包括了這個24k 金的這一種 plaited tongue 也就是說老師剛剛介紹的這個鞋舌的部分 還有laced debris 有沒有像那個鞋 鞋帶 鞋帶頭的地方 也是金色的 Wings logo 也就是 老師剛剛介紹鞋子這邊有沒有 金色的這個地方 Air Jordan 1的 這個過去的logo heel tab 也就是這個鞋跟緩的地方 老師剛剛有介紹 那其實這雙鞋呢 定價400塊 好像有他的原因喔 不過小屁孩 絕對不鼓勵喔 你去拿爸爸媽媽的錢 來買這雙臭屁喔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貴喔 自己要愛蝦子喔 自己去賺喔 好那原則上 這雙鞋真的是 非常的sick喔 非常的屌的一雙鞋子喔 不管是從他的這個 設計的概念 或者是他整雙鞋的運用材質也好 真的都是一雙 非常具有收藏性的一雙鞋子 很厲害很厲害 好啦這次感謝大家 這個準時收看老師的協定影片 那暑假快到啦 老師要回台灣啊 希望有機會喔 會辦一些活動 跟大家見見面喔 那在影片的最後 老師必須要shoutout 一個非常知名的 這個潮流品牌 也就是Under Control Under Control big shoutout to my man Steve 感謝你寄這一件T-shirt 短T來給老師喔 過個涼爽的夏天 老師真的穿起來很舒服 這材質運用也蠻不錯的喔 So once again big shoutout to Under Control Mom and Steve 那你們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這個 Under Control的Facebook page 那邊看看喔 因為他們的設計 好像也蠻酷的喔 那最後呢 感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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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按讚 感謝你們的支持 這是康琳老師 台灣見 掰掰 留言按讚